看一部电影《替百万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部 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电影 《百万元与苦虫女》 林子毕业后在餐厅打工 因为薪水不够她租房 明明到了独立的年纪 却还要住在父母家 这让弟弟拓也十分嫌弃她 林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刚好同时栗子要租房 于是就想邀请林子一起合租 两人兴奋地计划了起来 在找房子上面也花了不少精力 终于确定的时候 栗子却说要临时加个成员 她男朋友刚志也要和他们一起住 林子虽然很不情愿 但也没有说出来 搬家的那天 刚志告诉林子 栗子和她分手了 现在有她俩一起合租 林子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她很懊恼 感觉错信了栗子 下雨天出租房的附近 有猫叫的声音 林子捡回了一只小猫 不愉快的心情 被这个可爱的家伙一扫而光 她出去给猫咪买吃的功夫 回来的时候发现猫咪不见了 刚志说她把猫丢了出去 林子转身跑出去找小猫 结果在马路上 看到她被车子压死的尸体 第二天 林子把刚志的东西全部丢了出去 当警察找上林子的时候 她正在餐厅上班 警察说 刚志声称 在她被扔掉的行李中 有100万日元 很明显刚志在撒谎 想想一个连房租都付不起的人 能有100万日元 警察还说 如果林子和刚志发生过关系 就可以处理成情侣争吵 属于民事案件 否则的话 就要弄成刑事案件处理 林子坚持 自己和那人没关系 于是就被判处 20万日元的罚款 并处以15天的拘留 从监狱出来后的林子 回到了家 她的回来 似乎并不受弟弟 拖也待见 她觉得林子犯罪的记录 会影响自己 想考的学校录取她 爸爸妈妈也忙着在吵架 林子为了不拖累他们 便提出 自己存够100万日元 就离开家里 自己开始生活 谁也不依靠 虽然邻居对林子前科 常有闲话 但她本人已经忙到 早已顾不上别人看法 为了早点挣到100万 她一个人打好几份工 送报纸 清理停车场 做客服 拖也之前为了升学 一直想把姐姐赶走 但是看着她钱越积越多 离开的日期越来越近 她其实也有点不舍 再说 她并不讨厌姐姐 只是因为在学校遭遇霸凌 她想好好学习 脱离同学的魔爪 所以要极大的排除 对她净声不利的因素 这一天 拖也被霸凌之后 遇到林子被她的同学 拿钱哥的事情嘲笑 她偷偷躲在一旁 看到林子一个人 动手反击他们 她突然觉得姐姐好厉害 反观她自己 却从来不敢反抗 回家的路上 拖也追上了林子 一想到她很快就要离开 于是对林子说 离开后要和她多多写信 林子因为喜欢海 所以第一站去到了海边 她在一家海边小店打工 存够100万日元就再搬走 老板称赞她 很有制作雪花冰的天赋 从小到大 都没有人夸过林子 这样她很开心 她每天都要起早工作 晚上也睡得很早 比起东京 她感到这里的生活 要健康很多 最近的她 已经开始习惯这份工作了 她在给拖也的信中 如是写道 林子经历了 栗子的背叛后 并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只是最近有个男孩 似乎想认识她 她主动和林子示好 请林子吃雪花冰 还邀请她去参加派对 林子拒绝了很多次 但还是被迫去了 第二天 她就收拾了行李 离开了海边 一是她钱存够了 二是想把刚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扼杀在摇篮中 这就是她不在一个地方常待 挣了一百万就离开的原因 逃避人际关系 一心挣钱养活自己 不拖累家人 对她来说 这就够了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那个男孩得知她离开后 还是很伤心 第二站 她去了小森 照例给拖也写信 说她来到了一个 充满新鲜空气的地方 因为是夏天 她还特意嘱咐 拖也别中暑了 远在东京的拖也 此时正在被同学霸凌着 从好心的老板那里 打听到了 村里需要人手的地方 据说还提供食宿 这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听老板说 小森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留在村里的大部分 只剩下老人 果然要人手的地方 是一位种植糖树的奶奶 她还有一个 打光棍多年的儿子 阿龙 跟奶奶出去摘桃子的时候 她总是夸赞林子能干 还给她取了一个名字 桃子女孩 这天 苏未蒙面的村长 突然过来找她帮忙 说是附近区的桃子 开始变得有名气 因为小森这里没什么年轻人 所以想起林子 来做村里桃子的代言人 也没有问林子是否愿意 村长就默认她同意了一样 立马去开会 和大家商讨相关事宜 林子本身是十分抗拒的 连泡澡的时候 都在想怎么办 阿龙便跑过来和她说 如果她不明确地拒绝 最后肯定会身不由己的 林子知道阿龙说的对 于是就跑去找了老板 想要拒绝这个任务 为此他们全村还开了一个会 让林子当着全村人的面 解释她不想当代言人的原因 林子说的很委婉 大概是村长未经她同意 就给她安排这个任务 实在是很突然 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村民们为了桃子收益 企图挽留林子 就要村长给她详细介绍了任务 类似电视台要过来 她还要出镜之类的活 林子很为难 只能和大家解释 她并非本地人 但当代言 她不能负责之类的话 村民们很不理解 又说老板帮林子找了住处 又安排了工作 这点小忙她都不敢帮忙 果然是城里来的人 瞧不起乡下人 大家的情绪瞬间被煽动了起来 从开始的随和变得暴躁 林子一气之下和他们坦白 她又犯罪前科 扔下话筒匆匆逃亡 得知真相后的大家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刚对林子造成的伤害 只是纷纷讨论着 难怪她要离开城市 原来是有犯罪记录 经此遗事后 林子告别了奶奶和阿龙 虽然还没有筹集一百万 但她也待不下去了 第三站是坐特快列车一小时 就能到达东京的不起眼城市 林子照例给拓爷写信 另一边的拓爷 也继续活在校园暴力的水生活中 她找了一份在花店的工作 在这里认识了中岛 因为两人同龄 经历把林子交给了中岛带领 虽然刚开始的林子有点不上道 总是不能应对顾客的提问 但都被中岛一一解决 而且他俩住的地方有同路 总是能够在半路遇到对方 不过真正增进他俩感情的 应该要数那次聚餐的时候 中岛帮他的解围 因为林子不太爱与人打交道 中岛便编造了一个理由 提前带走了林子 还把他送到了家门口 林子第一次有了想恋爱的感觉 虽然这有备于他以往的做法 不过他最近与中岛似乎还蛮有缘分 连逛个超市都会遇到他 中岛主动邀请了林子去喝茶 还问了他为什么离开东京 来到这里的原因 虽然有点难以开口 但他这次却鼓起了勇气 和中岛进行了坦白 他喝完了手里的饮料 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说完后林子立马又后悔了 他担心中岛会讨厌他 于是又匆匆交了钱 从店里跑了出来 中岛也追了上去 和他坦白自己不会讨厌他 反而一直喜欢着他 这下林子才放下了心 两人也算是互相表达了心意 就这样在一起了 这时你们应该也在想一个问题 林子不是一旦挣满一百万 就要离开这座城市吗 很显然中岛也考虑到了 于是他想了一件不是办法的办法 向林子借钱 没过多久 店里又来了一位新人 新人被经理安排到了中岛身边 巧的是他还是中岛同一个学校的学妹 看着中岛身边有了其他女人 林子有点不在状态 害他工作上出了差错 挨到了经理一顿批评 需要安慰的时候 中岛也没有在他身边 林子是个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女孩 尽管自己吃醋不开心 都会自己埋在心里 不去给别人添麻烦 坏就坏在他真的太大度了 中岛的情商呢也有点低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和那个新人 有没有暧昧 但是他为了让林子 不那么快存到一百万 向林子借钱去请新人喝茶 还不叫上他的行为 是个女朋友都会生气吧 可是林子忍了 他没有拒绝借钱 也没有打扰他们的约会 一个人默默消化不开心 最后由于中岛借钱四说太多 他也实在是忍不住了 于是和中岛提出了分手 中岛也没有和他解释真正原因 这部影片呢 从中岛告白之前 一直都在线上 自从男女主告白之后 就变得有点 略带狗血的剧情啊 不过我前面说过 这是一部讲述逃避 不能解决问题的电影 这个电影呢 是通过拓也的故事来凸显的 不然影片呢 为什么要在林子 每到一个新地方 林子给拓也写信的时候 都要给他安排 被霸凌的遭遇 在影片最后部分的时候 拓也给林子回信了 他和林子讲述 因为自己反抗那些 欺负他的人 和其中一个小孩受了伤 进而被送到了儿童咨询中心 虽然事后和他们道了歉 可是并未获得对方的原谅 当爸妈提出转学的时候 拓也想起林子那天 对抗那些人的场景 于是决定 无论如何都不逃避 和欺负他的人 继续上同一所中学 也放弃了之前 那么想考离开学校的想法 林子看完了拓也的信 突然意识到 当初面对栗子的背叛 和刚制的讹诈 还有邻居的谣言 自己都不应该选择逃避才好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自己承受这么多 一直以来 林子都认为 保持微笑赞同 就能避免麻烦 害怕分离 就拒绝与人交朋友 以至于 他最后养成了 无法表达 无法说真话 遇到什么问题都逃得习惯 不管是从海边逃到小森 还是小森逃到这里 最后他和中岛的分手 现在想想 也是因为他没有说明 自己真实想法造成的 第二天 林子收拾了行李 和精力进行了辞职 他决定 要在下一个落脚点 勇敢独立 好好地面对这个世界 中岛一路骑车 追到了车站 只是林子去了一趟面包店 买了一个甜甜圈 硬是和中岛错过了碰面 而且两人都回头看了一眼 还以为会实现对赏 没想到还是没有看到 心塞塞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 点赞评论走一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